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4月13号,周六,欢迎观看鱼眼看美股的节目 我主要是想通过这样一个栏目分享一些能长期跑赢标普指数的一些操作策略 上一周股市回调,估计很多小伙伴都吓尿了 但是在周五的时候,我有一只小盘股,Ticker叫做AGX,当天上涨了21.11% 它是我通过算法选出了一只股票 之前我对它毫无所知,这是因为这次上涨 我特意跑到它的官网查了一下,原来是同行,同行失敬了,谢谢 上一个视频详细阐述了我的长线投资的策略 尤其是针对美国公司的个股的一个整个操作流程 但是还是有些细节没有讲深讲透 所以通过本期视频再进行进一步的延展 通过一些实力来增进各位股友对我这个整个投资的观念的进一步理解 首先感谢下这位股友对我的赞誉 算来说,鱼哥做美股的这些视频也算是油管博主里边的一股清流了 第一,我不念新闻稿 我不知道那些枯燥的什么每天道指下跌多少点 这个公司的盈利涨了零点几个百分点 对你有多大的意义,你有多大的印象 或者是反应能对这种数字来进行一个相对的反应 第二,我也不贩卖忧虑 我也不说什么马上要战争了 大家应该赶快抛股股票之类的话 第三,我很少做这个所谓的技术分析 之前鱼哥学过很多的这个technic analysis 我基本上所有的这些技巧都知道 但是你发现我很少去讲这些东西 我也不讲什么RSI大于70 你应该是超卖了,还是超买了之类的话 我的视频只回答三个直击灵魂深受的问题 第一,一个ticker是不是可以值得买 第二,如果它值得买,是什么点位入场 第三,入场之后怎么去操作 那么我平时的工作是比较繁重的 所以没法去做什么日更 我也没有这个经历 所以能做到秋更已经不错了 但是我会在油管的社区里边 时不时的去发一些我的想法 比如说这个cta是我的一个对冲仓位 就是这些都是这周贴的 然后在两天前也就周四的时候 我贴了我一个买单 这些我都预设的 所以我基本上没有实时盯盘 全部是买单买入的 后边是一些成交记录 还有这个AGX 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看看我这个community 就会油管的社区里边 能及时的捕捉到我的一些动态 好,现在回到本期的主题 继续进一步阐述一下 我的这个投资的这个整个过程 第一条是确立投资风格 大家都知道 之前说的是长线投资 因为我的工作是比较繁重的 所以我只能在业余时间去进行研究 实际上我研究的股票的过程 都得到的乐趣 比我做trade或投资的乐趣要高得多 第二条是选股策略 那么现在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我通过这个算法 选出的这个大市值型的 二十只股票的组合 实际上这些股票 在我的第一季度组合里边 已经出现过 大概有不到五只的左右被替换了 现在我把蜡烛图设置为月线 所以在每一个小方框 就是每个ticker的这个方框的中间 大概是一月份的位置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这从今年年初到现在 这个股价的表现 比如说第一个叫MPWR 这是一个做了电力公司的 第二个叫decker 这是美国的一个户外活动的 一个零售店 第三个叫exon 这是一个做警用什么手枪的 第四个TDY TDY是一个军工企业 大麦乐披萨 这是我的一个持商股 我说的持商股 意思就是在我另外一个账户 有专门的对这个单一股票的 一个投资 苹果就不说了 这个它基本上在探底的过程 CIPLA这是CMG 墨西哥卷饼的一个连锁快餐店 它即将50拆一 所以大家看这个月线 一直上了几个七八个月了 下一个是贝莱德 这是著名的黑石集团 下一个是爱德华 叫EWR 爱德华生物医学 它是做心脏搭桥的产品的 第四个叫特斯拉 这也不用说了 因为我是长线投资的 所以这个它主要是在我的 这个20名的牌榜里边 一直出现 我会一直去不断的去补仓 下一个是NVR 这是美国一个著名的建筑商 博通 这是一个semiconductor的一个行业 万事的阿卡也不用说了 大家都知道 这个是TTDY 这也是一家军工企业 这个ARISTA 这个是AENT 这个AENT去年我在上海开始的时候 它一直出现在我这个排名前20利便 那个时候它的股价才在150块钱 这一年过去的已经翻倍了 不过它在周五有个大跌 这个是超微电脑 超微电脑也稍微说一下 因为它是今年新进标普指数的 我是从去年 前前两年只有精力去做这个标普指数的这个排名 因为我的人工算法耗费时间太长 每次坐下来大概七八个小时 我虽然有这个想法 但是没有精力去做这个中小市值的股票 那么超微电脑那个时候 应该是相当于中市值中盘股的一个分类里边 如果那个时候我能把它选出来 那我可以一直持有它 那股价都翻了多少倍了 不过现在也不晚 奈飞 这个大家也不用多说了 下一个是亚马逊 也没什么太说 直觉外科 就ISRG著名的做那个打扳机手术机器儿的 应伟达 这更没说了 所以你出来看一下 这个二十字股票 它的月线图 基本上 百分之七八十都是 从左向右一直向上的 我实际上是通过算法选出来 但是 但是所有的 你基本面分析 还有技术分析 形态分析 EPS ROIC 什么什么的指标 所有的 你的所有的研究 最终 终归要归到一点 就是股价表现 那么通过股价表现 首先把它筛选出来 然后去组成一个组合 你这样大概率是会跑赢标普的 这个跑赢标普 已经是非常非常低的要求了 如果是用这种方法来做 刚才这个大十字股票呢 是从那个标普500指数 里面公司选出来的 现在是屏幕上显示的中盘股 从那个 有600家中盘股的一个ETF SPMD里边选出来的 相对于大盘股呢 研究的资料比较少 我也没那么多精力去研究 我就只能说几个我眼熟的吧 好像以前在不管是在生活中见过 还是怎么回事 比如说这个叫做SAIA 这是在路上可以看到 SAIA 这是你在美国公路上驾驶上 经常可以看到一个 这个truck运输公司 迪克体育 这是一个体育零售商 那么它有著名的零售店 还有那个高尔夫球店 还有这个SPO 也是一个公路运输商 Wingstop 这是一个炸鸡店 关于这个炸鸡店 还有个故事 以后跟大家分享 这个CELH 就是我上周 两周前建仓的一只股票 它是美国的一个 非常风头正进的 一个能量饮料的一个公司 如果你没听说它 这个公司 你也许会听到 另外一家公司叫Monster 它在十几二十年之内 涨了几千倍 这个叫Shockware 之前我把它选到 这个第二季的组合里边 刚选中的时候 就听到一个消息 它好像被另外一公司给并购了 还是有什么协议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 只是增加一些花板而已 但是你至少看 这个同样的这个月线图里边 是不是大部分的股票 都是从左往右向上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是说明你的这个选股的能力 和它的这个表现 应该是一个相比配的 那个小盘股的对他们的认知呢 会更少 除了这个第一个叫AGS 刚才提到了 这个叫MTH 这是一家建筑商 这个叫CALM 这是一家美国的卖鸡蛋的 超市里边的鸡蛋的提供商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月线 我这里边不知道为什么少了一个 应该是20只股票 但是我没有精力去查 大家凑合看吧 同样的在这个小盘股的组合里边 你可以看 这个是不是他们也是从左到右 基本上是K线 月K也是向上的 那么其实我更关心的是中盘股和小盘股的组合 举个例子 这个逻辑是这样的 比如说英伟达 现在已经是两万亿市值了 可是在他到这个大盘股之前 他也是一个中盘股 小盘股 那么我如果在这个组合里边 及早的发现这种股票 那么一直持有的话 那会获利颇丰 我的2024年第二季度的 对应大中小三个市值的60只股票的组合 他们的这个成分股 都是在这个视频里边的市民说兵区里边展现了 感兴趣可以去找到这个视频 去点击 这个投资第三个步骤入场点的选择 在上期视频已经讲得比较透了 第四条不割肉不止损 上期只讲了一个 我为何对Google的操作不割肉不止损 但是应该加上一条叫不补仓 不补仓的原因就是 我对任何一个ticker控制住自己的仓位 另外有一个逻辑在里边 如果是我对他的判断错误了 即使他往下跌 我需要补仓的话 我会越补越深 这样我的资金被套牢的越来越多 对于整个账户的这个成本影响很大 所以我坚持任何一个 即使我认为他有可能会反转 比如说Google最终从我的入场点 125跌到80然后就转身上来 那么在80块钱的时候我很清晰到有可能是他是低点 但是按照我的原则我也不补仓 那第五条风险控制呢 上期视频也讲的比较详细了 下面聊一聊第六条 20%卖出利润的策略 举个实例 那么在这期视频里边 我介绍了一个我的一个情怀股 以及我对他的操作 也就是说达到20%的利润之后 我要平掉被20%的仓位 只保留一万块钱 那么两个月过去了 看看ADSK的时候是怎么样 我记得我是涨250多块钱去卖掉的 大概是这个位置 那么现在经过两个月 他最高窜到280块钱 现在因为受大盘影响又跌到236块钱 可是因为我及时的在两个月前 把这个20%利润套现 我避免了现在这个236 到我套现的250块钱左右 还有十几块钱的空间 而且这两个月的时间里 我可以把套现的20%利润 去买到无风险的HIGH ETF 获得年化9% 10%的利润 实现了双赢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和意见 可以在视频的交流区里面互动 大家的意见可以能帮助我 更好的去完善我的投资策略 如果你喜欢本视频 请一定要点赞订阅 并转发给其他朋友 也让油管的算法得到推送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